妈妈 祝你生日快乐 这是我特意给你炸的果汁 祝你年年十八岁 哇 好感动啊 真是儿子懂事 哎 哎呀我啊 请问 生日快乐 哇 这你送了个萌萌啊 就知道你喜欢粉色 要保护好双手哦 生日送胶皮手套 是让我无休止的做家务吗 哎 儿子 你说想吃泡芙是吧 尽快给你看看 大生日的送手套 那我就让你尝尝 芥末泡芙的滋味 但是儿子还是很暖的 泡芙无非就是馅和皮两个糊糊 卡仕达下的牛奶是必须的 那牛奶我是任品牌的 所以这款经典有机纯牛奶 我家里常备 口感特别纯香 是我儿子的早点必备单品 僵然的牛奶正好融化黄油 再把蛋黄糊混合进去 混混匀了 再用奶锅炒成故状 卡仕达酱就算完事了 丢到容器里 托个贴面面膜 边向冷藏 开始搞皮 再称重一份经典牛奶 剩下这些没用完的牛奶 也不能浪费啊 这悬盖包装储存很方便 直接放冰箱里 等一会儿渴了接着喝 倒到奶锅里 跟黄油白糖一起融了 哦 还有一点水 完全融化 再把低筋面粉扔进去 炒成底部有点糊化 炒成这样子就差不多了 转移到玻璃盆里晾凉 全蛋液分个几次搅拌进去 最后挂到硅胶铲上 呈现个倒三角 泡芙体的面糊 也就OK了 装本花袋里挤到烤板里 想要挤得均匀点 就得屏住呼吸 千万别大喘气 挤完删个糖霜 是为了膨胀的个大点 烤箱20分钟 小细条就碰起来了 刚出炉的泡芙啊 超级香 等它降降温来搞个脆皮 今天心情好 给儿子搞两个口味 白桥里加可可粉 就是抹茶味了 等巧克力降温的时间 先把馅填上 填满再拿正面 去巧克力里 蘸一下 闪电泡芙好看的外衣就有了 最后再放冰箱冷藏凝固 就搞定了 一份油乳闪电的泡芙 就这么简单的完成了 这个甜品的名字 应该是因为 你一看到它 就会如闪电一般 把它吃掉了吧 这么诱人的甜品 就等儿子放学了 至于牛爸那份 对不起了 你也只能配这个馅了 哎 泡芙 哎哎哎 我看一下 这个是大的 你吃这些啊 哎 很好吃 哎 给我来一个 哎 这个是你的 这有什么不一样吗 对不起